欢迎收听《斗破苍穹》第122回 望着那选择退却的火灵蛇,萧炎也是松了口气,虽说他的确能够将之击杀,不过到时候必定要使用一些威力强猛的斗技,而那个时候恐怕会引来沙漠周围的一些强者的注意 要知道,异火这种天才地宝,即使是一些隐世强者也会忍不住生出贪婪之心的,毕竟异火所代表着什么,是一股毁灭般的力量,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人不想拥有这种力量的 随着火灵蛇的退却,暴动的岩浆地穴便是逐渐的平静下来了 为了保险起见,萧炎并没有立刻动身寻找异火的踪迹,而是立在半空中静待了将近十多分钟,确认了那头火灵蛇是真的退却之后,方才松了口气 对着通道方向的两个人随意的挥了挥手,然后双翼一阵开始缓缓地在岩浆地穴中搜索起来 老师,这里会有着异火存在的踪迹吗? 击退了火灵蛇,萧炎呢,也是逐渐地掌握了自己的身体,当下轻声地询问 嗯,看这里的环境以及能量的暴躁程度 再有便是先前那头火灵蛇异兽 这里应该有很大可能存在着异火 文言消炎重重地松了口气 兴奋地舔了舔嘴唇,目光开始寸寸地在岩浆湖泊上扫过 任何一点与众不同的东西都会被他仔细地盘查许久 方才失望地继续地探寻 搜索的时间足足持续了半个小时 然而,却依然没能寻找到任何与异火有关的东西 当下萧炎心中也是略微有点不耐烦起来了 老师,我们都搜遍了整个地区了 怎么还没发现异火呀 缓缓盘旋的身体忽然停住 萧炎也终于是忍不住地出声询问道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我当初也没有来过这儿啊 对于这个问题 要老也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 文言 萧炎苦笑了一声 叹了口气 刚欲继续寻找清零那尖锐的叫声 却是忽然在地穴之中猛然响起 听着这声尖叫 萧炎心头一惊 赶忙回过头 望着通道之处 眼瞳骤然一束 在那遥远的通道之处 那原本已经逃窜的火灵蛇 忽然再度从容颜中钻了出来 并且正对着通道处不远的 萧鼎与清零快速的游去 卧槽 望着那快速游向通道之去的火灵蛇 萧炎的脸色忽然变得极为难看 一声怒骂 转身 双翼一阵 拼了命地对着通道之处暴虑而去 这个狡诈的畜生 忽然间再度窜出来的火灵蛇 也让要老怒斥了一声 一股精纯的能量传进了萧炎的紫云意里 顿时 其飞行的速度再度暴涨 萧炎狂猛地掠过地穴 由于飞掠的速度实在太过疯狂了 竟然是导致了下方的岩浆之中出现了一条被狂风压出来的长长的痕迹 虽然萧炎是拼了命地往回赶 不过 毕竟先前离开的距离实在太遥远了 所以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火灵蛇离通道口越来越近 哗啦 随着一声破水声 巨大的双头灵蛇张着猙獰的巨嘴缓缓地出现在了通道之外 泛着嗜血的两双巨铜凶残地盯着通道内部的青林与萧顶 青林快走 望着出现的火灵蛇 萧顶率先回复镇定 一把抓住青林 旋即身形暴退 瞧着想要逃跑的两个人 火灵蛇巨铜之中闪过一抹戏虐的冷笑 聚嘴大张 脑袋猛然地后仰 一股恐怖的犀利 突兀地出现 顿时身形倒退的萧顶与青林 便是被这股犀利缓缓地拖向火灵蛇 在犀利达到顶盛的时候 火灵蛇巨嘴再度一张 恐怖的反推力汹涌而出 把萧顶和青林狠狠地砸在了墙壁上 身体重砸在山壁之上 萧顶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青林倒是由于萧顶坐垫背的 倒没受什么伤 不过他看着那越来越近的 猙獰的蛇头之后 小脸被吓得一片惨白 或许是因为青林体内的那丝蛇人血脉 火灵蛇呀 似乎对着青林有着一股兴趣 眼瞳扫过他 锯嘴一张 凶猛的犀利便是把他扯到半空中一个翻滚 然后翻到通道之外 不要过来 望着那越来越近的巨大的猙獰的蛇头 青林惨白的精致的小脸 不断的后退着 火灵蛇伸出星红的信子 在青林那娇小的身体上缓缓徘徊着 蛇心上的腥臭之气几乎让着青林被熏得晕了过去 通道的内部 萧鼎望着那即将被火灵蛇吞进肚子里的青林 有心想要抢救他 可刚才火灵蛇的那剂重击让他暂时失去了移动的能力 当下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火灵蛇的蛇心不断的在青林的身上缓缓的移动着 蛇心子舔了舔青林的小手 火灵蛇一只巨大的头颅忽然猛的掉转 望着后边急速赶过来的硝烟 巨童中掠过一抹凶残 柔软的蛇心子顿时变得犹如钢铁一般的剑印 玄技狠狠地对着青林的胸膛刺了下去 远处 正在飞掠而回的硝烟 望着火灵蛇的举动 不由的眼瞳骤然紧缩 脸庞之上充斥着暴怒与杀意 就在那双如同绿色晶莹剔透的碧绿眼瞳中 星红的信子不断的放大着 在心中恐惧的趋势下 青林扯开嗓子 发出高亢尖锐的鸣叫之声 随着这声高亢的尖叫声的响起 青林 那双碧绿色的瞳孔之旁 三个绿色的小点 忽然突兀的涌现而出 这一次出现的三个绿色的小点 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清晰 甚至仔细看上去 竟然能够发现这三个绿色的小点 似乎是犹如三个小小的花蕾一般 尖叫的声音依然高亢穿云 而在这越加响亮的尖叫声里 青林眼瞳之处的三个绿色的小点 骤然幽光大盛 这三个小点在青客之间 居然转化成了三个极为细小的绿色的云朵 随着这诡异的绿色花朵的浮现 一片强烈的幽光猛然的自其中爆射而出 将面前的火灵蛇照射其中 在被这有些诡异的幽光照射之时 火灵蛇庞大的身体骤然僵硬 两双巨眼犯着许些惊恐的盯着面前的小女孩 诡异的幽光在火灵蛇身体之上缓缓的移动 最后停在了两个舌头的额头中央之处 当幽光停止移动的时候 便是开始了缓缓的缩小 而随着幽光范围的越来越小 其中蕴含的光亮却是越来越盛 幽光的范围越来越小 到了最后居然只变得有巴掌般左右大小 而当幽光缩小到这个面积的时候 便是停止了继续缩小 随着一阵幽光的暴射 两个小小的绿色花朵被印在了火灵蛇的两个脑袋上 当花朵出现之后 幽光则开始逐渐消失 片刻后清零眼瞳中的细小花朵急速的退却 只是瞬间便是回复了以往的碧率 眼瞳回复正常后 清零的身体一阵的摇晃 眼皮逐渐的砸了下来 最后终于是软倒在了地面上 在清零倒下之后 那巨大的火灵蛇却依然是傻傻的呆在原地 只不过每当他的视线扫视着地上的清零时 其中的凶狠以猙獰都不由自主的迅速消失 而取而代之的居然是一种温顺 我去你妈的 就在火灵蛇发愣的时候 硝烟终于是破风而来了 漆黑的玄中尺狠狠地砸在其庞大的身体上 顿时鲜血四剑 劈开肉绽 再度遭受到重击 火灵蛇终于是回过神了 转过了庞大的身体 恶狠狠地盯着硝烟 不过当其目光扫视到了巨大的玄中尺后 却是眼中闪过一抹慰藉 然后在硝烟暴怒的脸色下 再度的一头钻进了熔岩湖泊里 妈的 望着再次选择逃窜的火灵蛇 硝烟忍不住的骂了一声 然后双翼一震 快速地出现在清零的旁边 然后忙着把它抱起来 清零 清零 手指在其鼻下探过 在感受到了还有呼吸之后 他这才松了口气 硝烟从那界里取出一枚疗伤的丹药 将之塞进了清零的嘴里 这才抱着他缓缓走进了永造之中 望着受伤的萧鼎苦笑了一声 把一枚丹药递给了他 大哥怎么样 没事吧 没什么大碍 歇息一会就好了 接过丹药吞到肚子里 萧鼎这才喘了一口气 苦笑着说着 萧炎靠着山壁 缓缓地坐下 把清零抱在怀里 摸了一把满脸的灰尘 遗憾地叹到 可惜啊 还没找到一伙 大哥 待会儿 你先带着清零回去吧 我留在这里继续寻找 不用担心我 现在那个畜生看到我就只会跑 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伤害到我了 这样也好 我们继续留在这里 倒成了你的累赘了 文言 萧鼎也只能无奈地点点头 不过 这里面积这么大 到处都是火焰啊 你要想从这里寻找出一伙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嗯 而且还不能在这里拖得太长 不然一旦被其他强者感应到这里的动静 恐怕 那才是大麻烦啊 文言 萧鼎也是苦笑的点点头 他同样非常清楚 一伙对于那些强者 有着何种巨大的吸引力 啊 就在萧鼎有些无奈的时候 怀中的清零终于是缓缓地苏醒过来了 他摇了摇昏沉的小脑袋 抬起头来 看着抱着自己的萧炎 小脸微红 纤细的手指揉着太阳穴 忽然轻声说道 少爷 清零或许知道 一伙在哪里 哦 文言 萧炎与萧鼎都是一愣 你怎么会知道呢 呵呵 抿着小嘴笑了笑 清零忽然挣脱了萧炎的怀抱 小跑到通道处 小手围在小嘴边 大喊出 出来 随着清零的喊声落下 平静的岩浆湖泊里 巨大的火灵蛇猛然腾起了身子 然后缓缓地对着通道口处游过来了 瞧得那再度出现的火灵蛇 萧炎一惊 赶忙站起身 抓起玄仲齿 森然地望着游过来的火灵蛇 少爷 别打他 他不会再攻击我们了 瞧得萧炎的举动 清零赶忙一把抓住萧炎 好 怎么回事 萧炎的眼睛紧紧地盯着火灵蛇 他发现 现在的火灵蛇呀 似乎果然没有了攻击的意图 当下不由得恶然地问着 我 我也不太清楚 清零微微摇头 上前两步 碧绿色的毛子 盯着出现在面前的庞然大物 疑惑地说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似乎和他建立了一种奇怪的联系 我能感受到他的意念 哦 萧炎一愣 目光紧紧地盯着面前忽然变得温顺起来的火灵蛇 最后停在了其额头部位的那朵绿色的花朵上 微微微皱眉 这个东西先前明显是没有的 哎呀 哎呀 了不起呀 小家伙 我不知道是你倒霉呀 还是交了好运 为什么遇到的人都是稀奇古怪的呢 上次是一个恶难毒体 这次也不逊色呀 竟然遇到了一个拥有 碧蛇三花瞳的小女孩啊 正在萧炎疑惑之际 要老 那惊叹不已的声音忽然在心里响起 啊 碧蛇三花瞳 那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陌生的称呼 让得萧炎惊恶地反问 啊 怎么说呢 这是一种 有些奇异的天生的瞳孔 似乎只会出现在人类与蛇人的后代之中 拥有这种瞳孔的人 在掌握熟练的情况下 能够使人产生幻觉 你想想 若是与人战斗的时候 忽然让对方一个神经恍惚 或者更顺地直接让对方去砍自己的同伴 那感觉如何呀 啊 哈哈哈哈 那肯定很好玩啊 萧炎咧了咧 磨了把冷汗 干笑说道 还有啊 这种瞳孔 几乎可以说是一切蛇形魔兽的克星 因为他有着一些几率能够与蛇形魔兽形成一种单方面的强制的联系 这个联系你可以把它当作是这个世界极其存在的一些少有的神秘的契约吧 很显然 面前这头火灵蛇正好是倒霉的被这个小女孩那上市极度声色的笔蛇三花童给签订了契约了 真的 我靠 张了张嘴 萧炎低骂了一句 玄机低下头望着身旁小脸略微有些胆怯的清零 以后这个小丫头可是有了一个了不起的保镖啊 斗灵级别的魔兽护卫 嘿 他还没拥有过这种级别的战斗魔兽呢 少爷 他知道一伙在什么地方 清零指着面前的火灵蛇冲着硝烟 妖弓一般的笑道 哦 他知道 在哪啊 嗯 清零威逼着毛子沉沿了片刻 缓缓的睁开眼睛 目光在四处扫了扫 最后善善的指着下边那炙热的岩浆湖泊怯生生的说道 他说 他说在这下边 好 目光顺着清零的手指 缓缓的移向那火红的岩浆 硝烟的嘴角一阵抽搐 在岩浆底下 没想到这一伙 竟然隐藏在这岩浆之下 可这么说 难道让自己活生生的跳下去找 那不是找死吗 哦 哈哈哈哈 原来如此啊 难怪我说 为什么总感觉不到一伙的感觉呢 原来是被这些地穴熔岩给遮掩了 这个时候 耀老那恍然的笑声 呼得在硝烟的心中 想了起来 老师 这里能下去 文言硝烟扯了扯嘴 指着下方不断冒着热气的炙热的岩浆 嘿嘿嘿 想要得到一伙 自然不能太过容易啊 怎么样 敢跳吗 咽了一口唾沫 硝烟的岩浆 再次瞟了瞟 下面的火红的岩浆 喉咙微微滚动了一下 脸色一阵阴晴不定 站在一旁 清林望着脸色急速变换的硝烟 也是一片忐忑 对于火灵蛇传来的消息 他也是不敢打包票的 若是硝烟真的跳下出了事 那他恐怕也只能跟着一死了之算了 啊 好吧 沉默了两久之后 硝烟轻吐了一口气 偏头对着清林说道 让他在下面带路 啊 听着硝烟的话 清林娇小的身体颤了一颤 只能微闭着眼眸 对着火灵蛇传出了命令 接到了清林的命令 火灵蛇巨大的眼瞳中 明显闪过一抹不愿意 不过在强制性的联系下 他也只能对着硝烟 发出一声嘶吼 然后一头钻进了岩浆里 抬着巨大的头颅 望着上面呆立不动的硝烟 眼瞳中略过讥讽与挑衅 盯着月下的火灵蛇 硝烟长长的呼了几口气 胸膛一阵的起伏 片刻之后 猛然闭上了双眼 在清林与硝鼎的心惊胆战的目光下 一头对着炙热的岩浆 跳了下去 朋友们 这岩浆底下真的有一火吗 硝烟这血肉之躯 难道能够抵御岩浆的炙热吗 欲知后事如何 敬请收听 斗魄苍穹 第123集 欢迎加入小桑同学交流群 1050-81369 与桑子一起聊斗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